那么看完了选择题 我们再来看最传统的 有关职业道德的出题方式 就是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的话呢 就要求各位同学会用语言来进行描述 这个explanation当中还是有很多技巧的 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在这道问题当中 同样的会要求您指出threads 您光写出5threads是不够的 您一定要explain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之后一定要给出 能够将这种threads降低到 可接受水平的safe gas 在这请您注意 当我们说审计风险的时候 我们会说将它降到 acceptably low level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一般情况 当说降低风险 就说降到acceptable level就可以 这个呢是我们常用的 一种表达方式 下面来看 在这个case当中呢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审计师 那么审计师呢 他的客户是在这儿 Willow 好了 我们说在审计客户的过程当中 这个engagement partner 待了多久呢 已经有了7年 所以从这道题目给出的 scenario中 我们可以判断考官的设定是7年之痒 7年就是时间线哈 and has recently retired of the audit 到目前来讲 抄题抄到这儿 是讲到了做得对 你要给他点赞 为什么7年之痒已经被调离 接下去看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she should now become 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rtner 听刚点完赞 这还没几秒钟 下面这段话的描述就告诉您 他虽然不再担任engagement partner 但是他转而担任另外一个关键位置 那就是independent review partner 也就是没有冷却期 cooling period 那么当然就不行了 所以呢 在这样的问题下 提醒各位同学 虽然你指出threat的时候 要首先抄题 但抄题一定要抄圈 如果你只说前面那是没有问题 但问题就在于后面 转而担任的 independent review partner 我们来看分析 当我们讲这里有什么问题时 标准的表达方式有 this represents 这代表着 这意味着 这是什么样的threat呢 familiarity 建议各位同学 一定要有同理心 你知道那个marker 判卷人很辛苦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你解释当中的第一句话 哪怕在你回答问题的第一句话 就把你认为最突出的那个threat写下来 让人家看得清楚 你关心marker marker才会关心你 好 那你把这个threat写下来之后 你的解释是 represent as 就是一般来讲的常见方法 那么as什么呢 后面是理由 the partner will help be associated with willow for long period of time for long period of time 是因为他们过去就已经在一起 像审计师和客户这样的关系七年了 所以如果他在担任 independent review partner 他就没什么了呢 因为太熟 所以信任 因为信任 所以就没有professional skepticism 您说到这儿呢 基本上这个点就说透了 但如果再往下延伸的话 那就是因为他没有professional skepticism 所以他就不再客观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一个常见的表达方式 叫做 this represents什么 as什么样的理由 好在这里面我们强调的是 时间一长怎么着呢 就没有professional skepticism 没了他就没什么呢 objectivity 好这些关键词我们抓住 接着 as willow is a listed company 又强调了 它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属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曾经担任了 七年的engagement partner 是不可以转而 马上担任independent review partner的 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想做的话 在这个case当中 他给你的冷却气是两年 那么我们知道呢 实际上新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的要求 是变成了五年 可是您可能会问他 就老师 您就告诉我们这答案写两年 我们记住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偏偏还要干扰我们 告诉我们说新的是五年呢 各位亲 作为我们AA的考试 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它的通过力在所有考试当中 还是蛮低的 不敢吹我们是最低的 所以万一您今年啊 假设非常意外的您没有过 那么如果再一次参加考试的话 那么如果考官是遵循了新的准则 这个地方恐怕就会变成五年 所以呢 跟您讲的话 一般来说现在看是两年 可是如果真的是五年的话 您也要有心理准备啊 这是新旧知识更替 在这个问题上呢 考试它一般的做法是 但凡新旧知识更替时 这样的内容不会作为主要的考察点 所以您就知道 它cooling不够就好了 至少要两年哈 好 接着说怎么办 既然他来去担任 independent review corner 不合适 那么谁合适呢 告诉您合适的那个人 他的名字叫alternative 您怎么知道合适的是谁 您知道的就是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做什么呢 review partner 好 那么这道问题就告诉了我们 相濡以沫 七年之痒 问题在 没有了professional skepticism 那就没有了objectivity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要回 要有cooling period 说不清楚是新规定还是旧规定 您至少要写一个two years 那么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 这个人不能认 谁来认呢 其他的就叫alternative 好 我们再往下看 Willow has requested pravice engagement partner 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之前 担任partner那个人 他也是事务所嘛 他还没有离职 那么您竟然不做 我们的审计了 你总还是可以到我这公司的董事会来 任个职手的 您看这叫兼职 这会不会有问题呢 this represents 说这样的事情 如果真的做了 就代表这一种什么威胁呢 self interest why 解释呢 是用as开头 所以您看哦 考官都在告诉您 他的套路就是 this represents 一种threat 因为什么 所以呢 这是最容易告诉 Marker你会的一种方式 他的理由是 我们的事务所呀 那如果你还派人 到客户那里 去参加什么样的职能呢 说管理层的职能 那外人看上去的话 就分不清 你到底是独立的accounting firm 还是客户的个分子 所以在这里 外人看上去不好了 因为你担任了 管理的role 或者在这里 还有很多种表达方式 就是你承担了 管理的responsibility 或者你可能会去做 管理层的decision Anyway 这里讲的事情就是 你成了人家的 管理层的一份子 The farm should politely decline 这是超有用的一句话 就算您今后 不再打算做审计 但是通过学习AA的课程 您总该知道 商务用语当中 拒绝别人是怎么做的 叫politely decline 说这个offer是不能接的 原因就在于 会带来threat 什么呢 self-interest 还是建议您 把您如果非常确定的 这个威胁的答案 写在这个答案部分的第一行 甚至您可以描粗 是吧 我们在机考下 您可以加粗对吗 您可以加点加航线 Anyway 就是让人家看 这个是我很清楚的 您要考察的 我的内容 A non-executive director The doctor of Willow has recently left And the management of Willow has asked whether the partner can assist in recruiting 好了 又是来考察 招聘的事 我们会发现呢 可能被审计单位 我们的climb 就觉得你审计师 那么专业 就怕我们闲着 总是想 让我们帮忙去干 招聘的事 我们回想啊 这个知识 它还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帮人家看 qualification 一个是帮人家 select出来 哪一个人合适 正因为如此呢 您就得 接下来 把这个问题 分析清楚 This represents a self-interest threat as 在这里面我们讲 您做的工作 只要这件事情 它不会直接 影响到财报 但是您担任什么呢 管理的 role responsibility or decision 那么都叫做 self-interest 在这里面 它的解释是 The accounting firm 或者audit firm can't undertake the recruitment of senior management of Willow 真的不能帮你做 Especially as non-executive directors have the key responsibility in appointing the audit firm 第一呢 你就算是来找我 帮忙招人 这个忙我不能帮 第二尤其是你这里招的这个人 是未来会选聘我 决定选不选我 这个事务所的人 问题就更复杂 里面的利益 self-interest就更大 那我们的事务所 难道袖手旁观吗 不 我们刚才分析过 说招聘的忙 有两种 在这里说 is able to 我们可以做的是 assisted Willow in that they can undertake roles such as reviewing a short list of candidates 请记住 不是什么都不能干 你要把能干的写清楚 叫做看那些候选人的履历 叫reviewing a short list of candidates 这是OK的 或者字这里面呢 是qualification 都是OK的 但是什么不行呢 为了让marker 清晰的知道 你知道招聘中 有些行 有些不行 所以你这个however 一定要可以加粗 是吧 加点 或者说换行 总而言之 要人家看清楚 你知道前面对 后面是不OK的 they must ensure that they are not seen to undertake management decisions 你看这又是另外一种 表达出来了 你一定要让我们的事务 事务所看上去 就是are not seen 不能让人家看上去 是做了管理的决定 或者看上去是没有做管理决定 于是乎呢 你就不能说定一个人 什么 这个人呢 这个人未来能够决定 要不要聘我们事务所 好 我们在这里面看的是什么呢 说能做什么 能看你的candidates 他的qualification reference 不能做的是什么呢 来帮你去选人 因为我一帮你选 人家看上去 我就做了管理的decision 尤其这个decision 涉及到的人 是未来选我事务所的那个人 因此在这个case当中 相对复杂的地方就是 不是选一个一般的人 而是选一个 跟审计师选聘 密切相关的人 The total fees received from Willow for last year 我们去年收到的fee 占我们的总收入的16% 您一看这种题目 您就知道考官要在什么地方下套 他一定会让您看一看 连续两年是否超过15% 那您抄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两年的情况都超全 那么说到今年的话呢 说could be 我们预计的话 今年的fee啊 占我总收入的百分比 也会超过16% 这样虽然看似婉转 但其实基本讲清楚了 连续两年超过了15% 我们就会说 this is a potential 没有用而represent 因为它特别的明朗了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f-interest threat as是讲理由 the total fees could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我们客户的收入 占我们总收入的百分比很高 这句话怎么说呢 叫做significant 千万记住 但凡事大的时候 就用significant 比例 proportion 如果您在考试的时候 一时慌乱 想不起来proportion 怎么写 您还可以写一个词 叫percentage 但是如果您连percentage 还都想不起来 那么就没有办法帮您了 您大不了 您用一个百分号写在上面 这是比较low的 所以这个词proportion 您注意一下 像这种问题就是讲 要看比率 比率高 我们认为有问题 什么呢 self-interest 什么叫高 记住 在审计中 凡事算事的事 已经大到成事的事 都用一个词significant 好 接着我们作为accounting firm 想搞清楚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self-interest 您就要去判断一下 better 到底真的是不是连续两年 超过百分之十五 换句话说 这句话是一个原则 您要经常摆出来 作为案例分析的一个标杆 接下来 if the recurring fees 如果呢 接下来这一年的审计的费 确实也是超过了百分之十五 那么连在一起 就是连续两年超过百分之十五 您的做法 save-gad 首先就是要考虑了 那么那些非审计的 例如taxation 所有这些除了审计之外 可不可以不要再做 should be undertaken 到底要不要做 这是一种方式 in addition if the fees exceed 如果真的是连续两年超了 我们讲呢 你有一个人需要沟通 那个人就是治理层 尤其是治理层中的 odd committing 让人家判断一下 还能不能够接受 我们的独立性的状况 但其实除此之外 还有答案 就是review pre-insurance or past insurance 没有在这里出现 不代表这不是答案 您看到 在刚才的选择题 那些答案都是选项 所以按例题呢 您一定要记得 关键答案 但是选择题呢 恐怕答案当中 无论轻重 它都会设计 这就是两者的不同 去年呢 我们这审计费啊 是越付的 不过呀 however the last three months' payments are outstanding 在我们的case当中 经常出现一个词 outstanding 一看到这词 您心里就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不是应收账 或outstanding 没收回来 就是呢 我们这个费呀 没回来 anyway 这种情况 就提示我们 一个关键词 overdue fees overdue fees 过期收费 这个词 您得在这 显摆显摆 代表 您知道考官 要考察的 您的知识点 is self-interest threat cannery rise 刚才我们特别 习惯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this represent 一种threat as什么 那么我们的这个考官 也怕大家审美疲劳 偶尔就换一下 这个味道 但作为您呢 被考者 我们建议 您记得越少 越好 越通用 越好 越通用 就代表 考官知道 您这个提的套路 都研究明白了 所以呢 也对您的答案 比较有信心 您不需要 这么show up 您就用最传统 this represents a self-interest threat as 好了 什么样的情况呢 the fees remain outstanding 如果说这个fee 还是收不回来 那我们这事务组 在接下来职业的时候 您就有压力 有压力怎么说呢 叫feel pressure to 什么方面的压力呢 您看到客户 会计处理方面有问题 您跟他说 调账吧 accounting adjustments 但您担心 您一这么说 人家说 哎呦 那过去的这个fee 我可就不还了 您有这样的压力 那么您的职业 恐怕就会跑偏 In addition outstanding fees could be perceived as a loan to a client 那说白了 一方面不光是压力 一方面这个事 本身呢 overdue fee 就是一种债 这个债 我们说职业道德当中 还真就是不允许的 基于这两条 我们往下看哈 您应该做的事是 discounts 其实所谓的discounts 就是我们前面跟你讲 独大受损 一个对策当中的 那个communication 在这里 您首先是要跟客户 不是管理层哦 欠钱的那个是管理层 我们认为在这里面 有一个人 他的角色 还是比较正义的 他就是客户的治理层 您这时候跟治理层聊 你也知道治理层肯定 知道这个事 但是呢 您还假装他不知道的 跟他问 哎 为什么您不还呢 当然 问完为什么 更重要的是 做下一步说 来治理层 咱们商量商量 接下来 您打算 怎么还 因为过去啊 他也没还了 所以过去的事 咱就不揪了 这也翻篇 虽然这事翻篇了 可是fees 您还得继续 所以咱们就考虑一个 payment scheme 接下来您是岳父 还是技术 说清楚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就不是 原来的计划 所以叫 revine is 修订的 这计划是咱们俩商量好的 就是agree 好看好 但凡是拖欠 我们总要从好的角度出发 哎 说咱们重新商量一个方案 那我们的方式呢 就是做下来 重新商量一个方案 商量 agree 重新revise 什么方案呢 payment schedule 这就是常见的一个回答问题的方式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词叫 bipful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不商量妥了 接下来的工作呀 那我可不做 换句话说 钱怎么还 不说明白了 我不开工 哎 这就强调了 这个方式 它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别看 就是agree 它有一个前提啊 叫bipful 这个很重要 The audit manager of Will is living 好了 我们说呢 给这个客户 做manager的这个人 哎 跳槽了 跳哪儿去了 我直接跳到客户里头去了 哎 你说这个飞水不溜 外人田啊 还在这一圈 只不过原来 我是猫啊 我是这个tom 现在呢 我到客户那儿 我是jerry 我是老鼠 哎 角色变化了 好了 这一跳不要紧 我们注意跳的方向啊 这就是往客户那儿跳 跳出来什么了呢 两个威胁 self-interest 还有familiarity 你看啊 我们的考官又忍不住 回到最常用的 这个表达方式里 this represents as 就是说 the audit manager is familiar with the audit plan 第一种熟悉啊 咱先不说人熟 咱就说事儿 这个CFO啊 新的 跳到这个客户那儿的 financial controller 他原来是审计师 所以他特别熟您的审计套路 所以他对什么熟呢 audit plan 那您的计划 如果被审计单位都清楚 那您说 您这还有什么不可意见性呢 对吧 他熟计划 其实还有一个暗含的 这里没说 就是他对这些来审计的审计师 也熟嘛 那都是他以前的同事 甚至有可能是他以前的下属 甚至有可能是他以前的学徒 他带着手把手 叫人怎么查账 您说这国人到公司来查 他现在 他是financial controller 他做的账 您查得下去吗 是吧 下居守 因此这叫familiar 不光是人熟 当然这里叫plan 也熟 以及呢 he may also have commands to work on this year's audit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说的比较含糊 什么意思呢 我呀 是跳到这个客户那儿 当financial controller 可是我这一跳 在我跳的那个时候 也过去我也参加着 对这个client的审计 或者至少在client提出 要我的那个时候 给我offer的时候 我还在审计 所以难不起 保不齐啊 您在审计的时候 您就已经开始放水 所以呢 他这句话说的比较的隐晦 意思是 he may also have commands to work on this year's audit 那么他曾经做过的 可能放过水的审计 怎么办呢 a new audited manager should be pointed to 意思是 现在这儿不是因为rotation 而是直接就缺位 就这manager跳了 谁做manager是空的 好 我们派一个 叫a new audit manager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 说他跳那个时点 保不齐就已经开始放水了呀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要想办法 any work already undertaken by the previous manager should be independently reviewed 意思是 不放心怎么办 double check 找谁来呢 我们说是独立的 所谓独立 就是没参加过这业务的人 当然还得是有水平的 比如说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或partner 来做一个review induction it will be advisable to modify the audit plan 意思是过去那个plan 我们那个跳走的 那是manager 也就是现在客户那个financial controller 他一清二楚 你不能再用了 怎么办呢 modify 所以说建议啊 it will be advisable 明智的话 您就把plan也修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 一个跳槽 两个威胁 跳到了客户那里 self interest 还有familiarity familiarity 体现在呢 什么 audit plan 非常的熟 selfinterest 体现在 可能在他审计的时候 就已经接受到 这个offer 所以说 您呢 得派一个新人 那么过去做的活 不放心 你得double check plan呢 不能再用了 你得modify啊 所以跳到客户呢 有两个不同的解决思路 如果说刚才通过这一道题 您能感受到 哦 原来我们刚才讲知识点 是这样把它描绘成一个故事 来考察我们的话呢 那实际上这样的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 讲上这个 一千零一个都讲不完 但是呢 万变不离其中 都是那些点 那么怎么能够 在考官射精子的 这个scenario当中 您能够一眼看到是什么 这个很关键 所以呢 您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啊 说这种case的题目 您再看一道 都发现跟之前的不一样 换句话说 当您呢 对这个问题 已经复习过了 背了一些基本的套路之后 建议您 多看一道两道 这样的案例题 来把各种不同类型的threat 看一下考官的设计方式啊 在这儿呢 我们就再练一道啊 这道题也是 让您说说threat 让您说说safe gun the finance director the finance director is the sister-in-law of the audit engagement partner 好了 我们一直说we are family 您老以为是血亲对吧 现在就给您看一下 这不是血亲 这是姻亲 说客户的cfo 他呢 是我们这个audit engagement partner的sister-in-law 您看啊 是是小鱼子还是大姑子的 好 接下来说 there is a familiarity and self-interest threat as 您可以说there is 或者您说this represents 都可以 但是as很重要啊 比as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解释 您说呢 像这种事儿是两个威胁 一方面是familiarity 您是真是亲呢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亲 所以可能呢 因为亲情啊 就忘记了您的职业的原则 就是self-interest 我们来看 as the audit partner and finance director both hold senior position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因为如果您的sister-in-law 在客户那儿 影响不到财报 我们说撒撒随啊 是吧 但是他恰恰是cfo 他是senior 影响了财报 而您呢 您也不简单 您混成了什么呢 您混到了engaging partner 您对项目的影响 也是辣莫重要 对吧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事儿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审计结果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说 因为有亲属关系 即便是姻亲啊 并且呢 这关系人都是 位高权重 所以事儿的影响 就会更大 there is a concern that they may place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 above 把什么置于什么之上 或者override 这里强调的是 above the needs of user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如果到现场考试的时候 您一天空白 想不出这么多 换样的词 您就说 它让亲情 override了 它的判断 although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s only established by marriage 虽然这里面的亲 是姻亲 但是那也叫亲 也是we are family as it's a sister-in-law it would be advisable 还是觉得 如果怎么样更明智呢 a engaging partner to be removed 您看 断舌离 这里面呢 是把我们的 engagement partner 这么大的人物 都给rotate 或者remove掉了 可见 职业道德 在我们看来 有多重要啊 那么通过这个题目 我们就在此感受到 说如果有亲属关系 或者是亲朋好友 那么不光是familiarity 是真亲 同时呢 也有self-interest 因为亲 而override 您的判断 方法就是断舍离 Gilden 这个呢 是我们的客户 他的finance director 是来问一下 说审计师啊 你能不能 来帮我这补个圈 什么圈呢 我这有一个financial controller 空着 也就是到我这儿 做兼职 我们知道啊 做兼职就怕什么呢 您做的这些兼职的活 会影响到财报编制 而我们来看一下啊 a self-review risk arise 这直接是说了 用了arise的表达方式 animate 只要您能会用就行 if the team member prepaires right case and schedules 如果真的是 我们小组的成员 给您那儿兼职 做了financial controller 就难免不会 遇到什么情况呢 说我们呀 要去编那最基础的账啊 表啊 接着你也知道 我们毕竟还是审计师 做完兼职 回来还得做本职 本职就是什么呢 is them comptivity auditing responsible fool auditing leads 本职就是调过头来 我会审这些 我准备的right case 或者叫我编制的right case and schedules 好 这就是给你解释 我是怎么self-review的 一方面我审他们 一方面我又编了他们 那事务所 面对这样的offer 你得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首先还是沟通 解释 你应该说清楚说 哎呀 您到底想让我 干什么活 Exactly which areas the second-tier team 办的务力 says 帮什么忙啊 如果说这个忙 真的是financial controller 干的活 对不起 真不行 因为接下来 我就审这部分工作 As such requested from the finance director should be politely declined 凡是人家给你的东西 给你提供的offer 只要您觉得不成 有伪道德 politely declined 如果说这件事情 是已经发生 那么已经有一部分 team member 做了这样的兼职 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separate team 所谓的此种情况的 separate team 就是把这样 做了兼职的人 干嘛呢 remove掉 这不就相当于说 是separate team 或者也可以理解成 断舍离 好我们再来看一遍 给了您一份 不应该承担的活 不能接的兼职 您说我要拒绝 但是如果实在是 这个无法推却 而呢 影响又不那么严重 可以通过不同team 来做的话 那么这样 凡是参与的人 把它remove掉 从我的审计小组 当中remove掉 也就相当于解决了 self-review 其实根本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叫separate team 不同小组 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注意 Owing to 本来呢 借债就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看清楚 到底是谁跟谁借 Owing to就代表 是我们这俩member 欠了客户的钱 我们说借债是不允许的 但是特殊的情况除外 什么特殊呢 碰巧我们这个客户 是financial institution 也就是说放贷这件事 对于他来说是 within the normal course of busines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 说他就能干这事 或者您说 他是一个financial institution 比如说是banking 这是他定性了 他可以干 他既然他能放贷好的 那您就能借 但您关心的是 条款是否正常 有没有优惠的部分 于是乎呢 您就判断 however 不过如果 不管是这俩人谁 只要您这个借款当中呢 是有preferential terms 倾向性的 优惠性的条款 怎么着呢 比如rates 给别人都是 给您的二倍 偏偏给您少要 比如期间 给别人的 都是呢 是您的二分之一 偏偏给您让 更多的时间来还 好吗 这种preferential 都意味着是给您的favor 就意味着你们之间 已经有了self interest 好 那么这里面就强调了一个背景分析 客户是什么行业 那么您的条款是否是normal 好我们再往下看 您的还款期延长 对不起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认为 它就是self interest 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怎么纠正 save guard 如果这条款已经成了 而且呢 我们说 马上还钱这事 又不现实 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条款 能不能修定 换句话说 变成正常的借贷 或者是这俩人 您干脆啊 怎么着呢 remove 又从您的team当中调走 我们发现 常规的处理方法 就是能用简便的 咱就简便处理 例如改个合同 如果这种方式不成 咱就换个人 remove 反正事务所嘛 人也是很多的啊 这是断舍离 往往是一个终极的办法 因此我们再一次强调 凡是借款 必须要考虑的点 有 您这客户是什么行业 如果不是financial institution 直接否掉 如果是 您还要看这个条款 有没有 preferential 如果有 也不行 如果没有 当然最好 那么怎么进行 safe guard 或者说呢 善后的处理呢 要么咱就恢复 正常的条款 要么咱就把人 换掉 您就发现啊 但凡是涉及到了税 有一道题 算一道题 那都是请我们审计师 代替客户 或者代表客户 跟税务局沟通啊 所以这是一个 很常见的问题 那答案您也很清楚了 this represents 或者there is 什么样的threat啊 这里就是advocacy 主要是过度推荐 where the firm may promote a painting on behalf of Gordon 我可能啊 说一个观点 或者表达一个意愿 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的呢 是站在客户 那您看 您本来是中立的 您现在跑偏了 那您就不再独立了 至少在外界看来 您的独立性受损了 此外 the article of these issues 说的是税 而税又会是财报当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呢 这个结果又会影响到 营养审计 的财报 因此呢 self review 也就出来了 due to the likelihood these issues having a material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因为税的事 对财报的影响 可能是重大的 以及the advocacy threat 您用这个代表了客户 您身份变了 去做了沟通 第一个是 我们讲的self review 一个是advocacy 这两者合在一起 这个事儿 您是断然要拒绝的 所以怎么说呢 it is advisable 您知道 应该怎么做 叫politely declines the taxation fees being quoted to building are substantial 又说到税 您说刚才不说了一段吗 那叫advocacy self-review 现在说的税 不是税 而是税 带来的费 也就是您审计师 可能因为做这个事儿呢 而有额外的收入 这部分我们想到的点 是什么 说光是audit fee 那可能是OK的 但是如果再增加一部分 fee audit fee 会不会占总费底的比例 升高 升高到红线 连续两年超过15% 所以说如果单说费 而且当我们把这个费的形容词 变成substantial 就在提示您 现在问您的问题是 收费比例高 怎么办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f-interest threat 当这个事儿不是太确定 您会用potential这个词 但您不用纠结在这儿 因为考官最核心的 可能是这儿 如果说是self-interest 我们的解释是 total fees could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好了 您会发现 这个词简直是固定搭配 significant 才能够显现出 您要过那个红线了 proportion就是percentage 15%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over-align 对客户过分依赖 这会形成self-interest pink should assess whether audit non-audit and a total taxation fees 因此呢 我们大体上来看 所有的收入 有这么几个组成部分 一个是审计 这个是无论如何 您都不能说 哎我不做的 因为您是因为做审计 才有今天要说的 这么多故事 对吗 所以审计这部分不能动 除此之外 还有非审计 还有这个税 但实际上 非审计也就包括税 这您就不要纠结了 考官说什么对 就是什么对它 好 剩下这两部分 都是可以考虑 要有变动 或者叫not and take 的部分 那实际上 我们就是要衡量 这三个组成部分 合在一起 它们呢 有没有占一个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recurring fee income 您要是说不清楚 您就说 total income 也OK 我们的Mark 一定会懂您 好 这里面再次强调 第一步要做的是 评估到底高不高 接着 如果评估出来 哇 好像是高 那您要做什么呢 您说好像有些业务 就不能做了 哪些业务 肯定不是神迹啊 是哪些taxation 和nan audit 是不是要undertake 好 这就是它基本的套路 这一段话呢 讲的是 说您那是审计师 客户好心好意 邀请您吃一份大餐 有多大的luxury 您一看这luxury 你就知道 这不是街边的这个大排档 这也不是给您叫一个外卖 那么它一定价格不菲 再往下看 吃完大餐干什么呢 去看足球 看的还不是一般的球啊 是national football team 看国足 您可能说哈 这国足是到找钱 我都不去看 可是但凡您要进场看 这个门票 它一定是价格不菲 所以您看呢 不管是对您的礼遇 还是给您的礼物 这些 它从value上去衡量 只要是超了 这value它不是insignificant 我们说这都是self interest 以及familiarity 所以您会看到呢 像这种gifts hospitality 它的双重威胁就在于 看得见的是self interest 看不见的 通过这样的领域 拉近的关系 叫familiarity 这跟我们前面讲过 说作为审计师 您的family member 或者您的两小无猜 在客户那做了 能影响财报的职务 同样的道理 也是双重威胁 as the acceptanc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 less insignificant in value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常用的表达方式 就是金额上不重要 或者您还可以在 insignificant前面 加一个秀式语 叫clearly insignificant 您可能会说 老师这不是话舌添足吗 不是 其实呢 在我们的国际职业道德 手则当中 经常这么描述 就明显不重要 这显得更加专业 叫clearly insignificant 您能记住更好 您记不住没关系 只要您说出这事 除非它明显不重要 就行 否则的话 您拿群众一种一线 我们这都不允许 as it is unlikely the food bowl tickets and luxury meal for the whole team has an insignificant value 您怎么看都能觉得 这肯定是价格不菲 就怕您猜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 这个考官出题的时候 特意加了一个词 luxury 告诉你真的很奢侈 具体是多少钱 当中说 你一看奢侈就知道 很贵的 好 那么既然如此 这种offer 您就得拒绝 还是politely decline 好了 通过这道题目 我们又发现了 说但凡给您好处 gifts hospitality 双重 威胁 self-interest firmity everything 那么根据这些题目 我们大体上摸出了 考官是怎样设计题目 这个套路 那就是知识 还是那些知识 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是呢 case就不是那case了 故事也不是那故事 它总会是 考官出题时 您可以脑补出这条 这是一支点 是吧 这是gifts 那是一支点 是吧 那是跳槽 我怎么去设计 整个的这个故事情节 这考官真不容易 把这题出来之后 您觉得这考官 都可以去写小说 所以您怎么去看 您就看那些 最基本的知识点 被牢了之后 不管考官设计 什么样的这个花样 故事情节 您都懂他的心思就好 但是这解释过程当中 一定要以最简单的方式 提出您的thread 一个最多也就两个 后面一定要解释原因 最后给出的sigboard 相对来说呢 还都是比较简单 断舍离 是罪长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